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川普王者归来,开始了他的复仇之旅 美国最后一定会用无人机来斩首习近平等几个盗国贼家族 今天早晨,美国时间10月5日 川普已经回到了白宫 那回到白宫之后,川普是否立即会到CCP采取行动呢? 毕竟是CCP让他染上了这个病毒 还是会先采取别的行动呢? 我们看一下班农在路德视频里的解说和郭先生的直播 现在我把班农和郭先生讲的内容放在一起 看看川普团队下一个的行动会是什么 首先,川普会专注于美国的总统大选 因为若总统大选输了,川普别说灭共 就是他的性命以及他全家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看一下参议员Johnson刚发布了有关亨特拜登腐败的报告 在乌克兰,在俄罗斯,在中国的腐败 然后呢,就感染了新冠病毒 感染新冠呢,还有共和党的议员 Mike Lee, Tom Tillis 还有今早确诊的美丽大方正义的白宫发言人 Mike Lyon,他的女儿呢,还不到两岁 所以说呢,这些个民主党还有CCP呢,实在是太可恶了 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了,若没有民主党这些人渣的帮忙 不可能呢,让白宫的与川普有关的,和与揭发拜登有关的人呢 大面积感染 因此呢,川普返回白宫的首要任务是先赢得大选 要记住,川普的仇人呢,不只是CCP,还有民主党 美国的这次大选呢,是一场法律战 郭先生呢,前两天说过 今天呢,班农在路德节目里呢,也提起过这事 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一场法律战 其实呢,这个战争早就已经打响 不只是最后打到最高法院的问题 还有之前,各州对于计票的法律诉讼 像在德州联邦地区法官判决 废除一致投票的法案违法 一致投票就是你在投票时 只需勾选一个党派 然后系统就默认投给了该党的所有候选人 德州废除一致投票 这对于共和党有利 但是对于民主党来说呢,就不太有利了 所以呢,民主党呢,就抵制这个法案 还有在宾州,共和党呢 准备不理邮寄选票的三天延长 必须在选业业给出选举结果 而民主党呢,还要延长三天邮寄选票 这个呢,就是给他们作弊的时间 目前呢,官司已经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在摇摆州的官司呢,还有好些个 我只是呢,举了两个例子 因为呢,美国是联邦制 澳洲也一样 很多州呢,有自己的决定 而州内的这个选票怎么计算 这些关系到选举人团的这个票数 州的权力很大 很多时候呢,民主党就可以用各种方式作假 所以呢,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州已经发生了 关于大选的很多很多官司 美国大选的法律战已经在进行当中 第二点,那是不是川普的团队就不关注CCP了呢? 不是的 今天班农说,灭共最大的阻力 就是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华尔基资本势力 这是给中共挤养的渠道 有钱,中共就可以一直作恶不断 还有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他们帮助中国建立的防火墙 使得墙内的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被洗成了白痴 在这里呢,顺便说一下 这次川普感染新冠 国内一片欢呼 各种嘲讽和幸灾乐祸 今天呢,班农说到了美国政界的很多人都注意了这个现象 而且呢,感到很伤心 郭先生呢,今天在直播的时候 气得也大骂墙内舞蹈的群众 这就是共产党要的效果 郭先生和班农呢,这几年一直在努力 把我们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分开 而CCP呢,一直把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给往一起拉 绑在一起 让中国人为共产党做炮灰 对于西方人来说 他认为咒骂川普得病 甚至希望川普死的不也是中国人吗 那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所以呢,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 他们是分不清共产党和普通的中国人的 所以呢,CCP这一招呢,又零了 因此呢,去除国内老百姓和某些海外华人心理的毒素呢 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若我们海外华人呢,自己不努力和共产党分开 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地 对共产党追责的时候呢 海外华人肯定也会遭殃 毕竟呢,这次病毒呢,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各国呢,肯定会追责来赔偿本国的损失 所以呢,我们这些个小蚂蚁 还有我们这些个呢,海外稍微能了解一些真相的人呢 一定要自己努力 免得呢,最后被追责的时候 也遭受迟余之殃 所以今天郭先生和班农的意思呢 就是美国要先灭内贼 切断华尔街和高科技公司 对于中共的给养和输血 那CCP在几个月的失血之后也就完蛋了 第三点,川普回来之后 要做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推进病毒真相的揭露 而在这当中呢,一个最大的绊脚石 就是NIH的Fawsey博士 我们已经说他说过很多次了 如果他在,很多科学家呢 就不敢站出来讲出真相 而美国呢,又对技术权威大佬 非常的信服 美国及西方的大多数人 都认为政客无耻,会撒谎 他们不会听政客的 我公司呢,总共只有两个华人 加上我,其余的二十几个人呢 都是西人 信各种教的都有 但是呢,80%的人呢,都认为 政客呢,就是无耻骗人的 但西方人呢,对于专业机构 和专业人员的意见呢 却都十分信服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西方传染病最高的 专业机构的Fawsey博士 早已经被CCP收买 与WHO的谭书记一起做了 CCP的走狗 Running Dog 那Fawsey到底有多牛呢 他巨大的声望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川普为什么换不掉他呢 Fawsey呢,是从里根时代 就已经在NIH了 也就是美国卫生研究院 是总统的医疗顾问 他的门身 故交遍布整个医疗界 江湖地位深厚 是教皇级的大佬 都是医疗界的大佬 很多呢,都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呢 在支持他 每年呢,光流感 就有几万的临床实验 等他批示 这些大药厂和疫苗公司 都像神一样的供着他 他是由各委员会的大佬 共同选出的NIH的负责人 总统无权供他 那是不是就摇着Fawsey 一手遮填,蒙蔽美国老百姓 不能揭露病毒真相呢 答案是非也 别忘了美国是三群分立的国家 总统不能动他 司法可以动他 据朱特克沃特的报道 联邦法官 Babney Frederick 已经命令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公布Fawsey与他的助手 和WHO中国 所有的通讯记录和其他的记录 那有的人说了 Fawsey提供假的 或者只有部分记录 对他不利的记录 他不提供怎么办呢 奥妙就在这 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江曾梦提供了三个硬盘资料 在这里边呢 百分之百有Fawsey的信息 联邦法院已经掌握了证据 但美国的法律呢 是不能将情报部门收集的情报 作为法庭判案的证据 因为在现有的法律之下呢 不能随便监视普通公民 但如果Fawsey只公布部分内容 对他呢 所有不利的内容呢 不公布 这时美国的情报部门就可以用代理人法的授权 将所掌握的情报呢 合法的呈上法庭 作为证据 所以呢 这次联邦法官让Fawsey公布 WHO和中国的通讯记录呢 就是一次钓鱼行动 目的就是打掉这个 以背叛美国的中共走狗 这个医疗界最大的障碍除掉 美国人知道Fawsey及NIH 还有WHO呢 一直在骗他们 那时呢不只是右派的老百姓 左派的美国人也会醒来 那时民意形成的巨大洪流 才可以让川普实施灭共 在美国各种的权力制衡 不是总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那些心急的战友呢 一直说川普灭共的动作太慢的 一定要了解美国的体制 给川普和他的团队 依法推进灭共的步伐 中共呢已经统治中国70多年了 不在于呢再多等个一年半载 我们只要记住 CCP呢一定会倒台的就够了 所以呢川普团队的策略呢 事先稳赢大选 依法调查生物武器 也就是新冠病毒的真相 在这步上呢最重要的是打掉Fawcett 然后呢清除华尔街和高科技公司 对于中共的挤养和输血渠道 最后呢就靠国内习近平的反对势力 和国内的战友的力量 推翻CCP 所以呢我们期待的 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之旅呢 不会有 有的只是一步步的 稳扎稳打的依法灭共的 相对比较慢的复仇行动 今天呢郭先生讲的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最后灭共的一定不是美国 美国呢不会为中共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如果呢中共呢在台湾或者南海 挑起了这个战争呢 美国的盟友呢会把它灭掉 但是呢相信呢习近平的一些团队的人员呢 不会那么愚蠢 不会主动挑起战争 所以呢美国呢也不会主动去攻打中共 伊拉克呢和阿富汗的战争 以及奥巴马愚蠢的政策呢 已经让美国欠下了二十几万亿的债务 美国的财政呢 已经不允许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 但美国呢会对习近平等几个盗国贼家族呢 实施斩首行动 这几个盗国贼呢被斩首 海外资产呢再通过RICO法案给冻结和没收 那CCP不也就隔批了吗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